我国羽毛球混双组合陈塘结合杜一卫 在刚刚结束的台北羽球公开赛中 只花了30分钟就直落两局 战胜东道主选手秋象结合林小敏 两人不仅是夺下今年第二座的世界学会赛冠军 还抱走了总值77,583令吉的奖金 比赛一开始两人虽然以1比2落后 不过两人很快就调整了状态 借着火力全开 以8比3反超并保持领先的状态 最终以21比12先拔头筹 来到第二局他们乘胜追击 打出一锅5比0小高潮并一直保持领先 让对手毫无招架机会 最终以21比8锁定胜局夺下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陈塘结合杜一卫 成了继古剑结合黄佩帝 在2004年夺冠之后 第二支在台北公开赛称霸的我国汇双组合 两人预计会在上个星期的排行榜中 首次晋升前15名 另一方面 我国男双组合万伟聪和郑凯文 也带来了惊喜 他们奋战三局 以20比22 21比17和21比14 战胜了东道主选手 卢敬尧和杨博涵 成功未免台北公开赛贵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博涵